是超越时间、超越空间 最后一个问题 是否可以开设网站、卖阀器、去佛教书籍等盈利方式 如果你开这个店 那么拿到政府的制造 你是一个获罚经营的书店 可以经营 可以贩卖这些东西 甚至于修福不修福都没关系 这是你是如法经营的 而且这些书籍罚器里都是好事情 那么在各种行业里面来讲 这是一个善业 正如同像饮食店里面开素食店 是个好事情 不杀僧 这个都是很好的行业 那个里面的时候 再能够宣扬佛法 那就更好了 你这个电影也是到这样 你这个电影也是到这样